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你这位尊贵 荣耀 无限伟大的神 照着你的形象 照了我们 可是我们人堕落之后 我们就成了那咒诅的 像荆棘一样 你这位圣别荣耀的神 却乐意选上我们 在人生的旷野中 你选上我们 做你的居住之处 主啊 我们愿意向摩西 看见火烧荆棘的意象 你这个圣火 住在我们里面 是显出你的荣耀 显出你的圣别 显出你的大能 也显出 你如何爱我们罪人的心 主啊 我们不愿意 留在我们旧灶里面 我们愿意天天 让你来变化 使我们身上的荆棘 我们的咒诅 都归你来担当了 让我们现在活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能够在我们里面活 把更多的基督 建造在我们里面 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座 奉你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今天 来到圣经中的人物 第四十篇 我们就是来看 继续这一系列的 神的行政惩罚 压杀龙的灭亡 大卫为神多年征战 掳掠财宝 就是为了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 当军队正在外面征战的时候 大卫却留在王宫里 就犯了奸淫和谋杀罪 神拆派圣殿者拿单来指责他 大卫立刻认了罪 神就赦免了他 可是神设立了 对大卫的行政惩罚 要受神公义的管教 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看哪我必从你家中 兴起祸患攻击你 你在暗中行这事 我却要在权以涉猎面前 在日光之下施行报应 从那个时候起 大卫的儿子们的性情 就变得邪恶了 长子爱嫩 玷污了同父异母的妹妹 他马 当大卫知道了 只是发怒 却没有按照律法来处置爱嫩 使得他马的亲哥哥 压杀龙就设法杀了爱嫩 并且逃亡到外祖父那里 后来大卫军队的元帅约压 设计让压杀龙回来 压杀龙以各种的计谋 夺了以色列人的心 几年之后 压杀龙公开叛变 大卫接到了消息 为了避免内战 造成百姓的伤亡 他决定逃亡 当两位祭司带着约柜前来 大卫要他们把约柜 抬回耶路撒冷的圣殿 那时候还没有圣殿 还为耶路撒冷的账目 留在耶路撒冷做内应 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 帮助压杀龙攻占了耶路撒冷 并且出计谋 叫压杀龙与大卫留下的十个飞瓶 在王宫的瓶顶上公开亲近 这就应验了神界的圣殿者拿丹的预言 看哪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你在暗中行这事 我却要在全以色列面前 在日光之下施行报应 神是吃慢不得的 因为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圣经中这一大段 神对大卫惩治的审判 从萨摩尔记下 十二章的十五节 一直到二十章的二十六节 对压杀龙的背叛 大卫的逃亡描述得非常详尽 让我们身在后代的人 看见犯罪的后果是何等的可怕 大卫原想为神建造神的居所 但是神拒绝了他 神要先为他建立家世 就是把基督建造到他里面 否则堕落的人只有邪恶的肉体 是一代的败坏 堕落 人在堕落中所做的都要被拆毁 我们堕落的人就像是一重荆棘一样 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被建造起来的 火一烧全部都要烧毁 在这一段中也记载了许多人物 有忠信跟随大卫的 也有借机得利的 有许多各样的人 这些人物的纯心和举动 也都被清楚地记载下来 成为我们的见见 大卫听见他的谋士 亚西多福也跟随压萨龙背叛了 他就迫切祷告神 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余卓 大卫刚刚祷告完 就遇见他的朋友护塞 大卫请护塞去投奔压萨龙 一面做内应 一面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 神给大卫立了永约 大卫犯罪认罪 神赦免了 虽然有随之而来的行政惩罚 但是神也有充分的共备 使大卫本人和神的国 不遭仇敌的毁灭 亚西多福献祭 他要亲自立刻带兵去追杀大卫 但是神却叫那原先一直听信 亚西多福的压萨龙 在这个时候找了护塞来 就拒绝了亚西多福的计 反而接受了护塞的计谋 要先集结全以色列人 然后由亚萨龙 亲自带兵去杀大卫 因为亚萨龙的骄傲 他不愿意亚西多福 抢了他的风头 他就接受了护塞的计谋 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耶和华命定 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 为要使灾祸临到亚萨龙 骄傲的亚西多福 看见自己的计谋不被采用 他忍不下这口气 就离开亚萨龙 自杀死了 护塞对祭司沙都和亚底亚他说 亚西多福为亚萨龙 和以色列的长老 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 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 现在你们要急速大发人去 告诉大卫说 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 物要过河 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众人 都被吞灭 护塞是神安排 由大卫拆派他去亚萨龙那里 做卧底的工作 护塞没有把握 亚萨龙究竟会采取哪个计谋 也不能确定 亚萨龙是否会临时改变主意 所以他把亚西多福和他自己的两个计谋 都告诉了大祭司沙都和亚比亚他 这两个大祭司 这两个大祭司也是大卫请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做内应的 这两个祭司就立即找了他们的儿子 把护塞的话去转告大卫 要他们今夜务必要过河 因此并不是护塞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高明 而是神自己的命定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 为要使灾祸临到亚萨龙 拯救了大卫脱离撒旦的手 正如大卫在诗篇六十四里面所祷告的 求你把我隐藏 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密谋 和作孽之人的骚乱 这里的作恶之人的密谋 讲的就是亚西多福的密谋 他原本是大卫的谋士 是大卫对他非常好的 但是他却被判 那么作孽之人呢 就指得他的儿子亚萨龙 他起来造反 但是大卫在这里称他是骚乱 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 停留在尹罗杰那里 不敢进城 恐怕被人看见 所以有一个使女出来 将话告诉他们 他们就去告诉大卫王 约拿丹和亚西马斯 是两个大祭司的儿子 做通风报信的探子 两个大祭司把护塞的消息告诉他们 要他们立刻去报告给大卫 尹罗杰就位在耶路撒冷墙的东边的那个吉伦西谷 还有新任子谷的会合之处 有一个水泉 这里是个打水的地方 人来人往 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这里等候 比较不会引人注目 然而有一个少年人看见他们 就去告诉亚沙龙 他们二人急忙离开 来到护巴林某人的家里 那个人院中有一口井 他们就下到井里 亚沙龙也很精明 在各处安排了眼线 大祭司的使女出城 扬坐取水 把消息告诉了两个人 他们的行动却被一个少年人发现了 就去通报给亚沙龙 护巴林 这里是耶路撒冷的东边 就是橄榄山 橄榄山过了橄榄山东北面的 第一个遍亚敏支派的村庄就在那里 不久之前 在大卫一行人逃亡经过这里的时候 那与扫罗同一支派的四美 就在这里咒骂大卫 当亚沙龙接到密报 他这才发现 大祭司和他们的儿子 虽然留在京城 却仍然忠于大卫 立刻派人去捉拿大祭司的两个儿子 那家的妇人用大布铺在井面 又在上头铺上碎麦 事就没有给人知道 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个家 到了妇人那里说 亚西玛斯和 约拿丹在哪里 妇人对他们说 他们已经过了西了 仆人就去找他们 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照理说 互巴林是扫罗所属的 变压岭支派的村庄 已经有了一个四美 是这样对大卫满了敌意的人 咒骂他 那么这里其他的人 应该也是不怀好意才对 可是自隐的神又出手了 神就安排这个村子里面 有一个家 然后有一口井 这个井是一个干涸的除水器 有一个妇人来保护大卫 圣灵在这里详细的记载 就是让我们看见 每一件发生的事 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大卫虽然在承受 神的行政惩罚之下 但是神也顾到 他对大卫的踊跃 神既然启示了 他要祝福大卫 所以在几次的危难当头 神就出手安排了一些 人 事 物 就立刻转为为安了 好 我们看看这张图 这里是耶路撒冷 大卫的京城 然后压撒龙 借故 他要去西伯伦献祭 但是他在西伯伦开始造反 于是大卫就开始逃亡 从王宫里出来 这里就是尹罗杰 也就是约拿丹跟亚西 马斯他们在这里头的 等候的那个消息的地方 然后过了山 就是护巴林 这里 然后他们要经过这个旷野 一直走到吉甲附近 要过约旦河 过了河 才到了河东之地 然后他们要一直逃亡 逃到马哈念那里去 神说过 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法老在如何的刚硬 阻挡摩西十次 但是神施展大能 叫法老折服 最后法老 也只好要求 以色列人离开 但是以色列人离开了 法老又后悔 带兵追到红海的边上 在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时 神叫红海分开 以色列人走在 以海水为两边做墙的干地上 过了红海 神却用红海淹没 追上来的埃及军队 神在各个方面 都是来保守他的子民 叫神的金轮 能够继续的往前去 以色列人在没有食物 没有水的旷野 行走了四十年 但是神能够叫 玛拿从天而降 也使磐石裂开 流出活水 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 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 脚也没有走肿 这个又是奇迹 神的保守的能力 能够保守我们 直进入美地 神怎么说 他也必怎么样来实行 神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让我们这小信的人 能够相信神所说的话 神是可信的 一切都会被摇动 只有神的话 是立定在天 撒下十七章二十一节 他们走后 二人从井里上来 就去告诉大卫王 他们对大卫说 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谋害你们 你们悟要起来 快快过西 就是过约旦河 当大卫在旷野 耐心等候耶和华时 他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虽然他在逃难 但是他的灵力 却得夺了根心 他写诗篇六十三 第一节说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 疲乏 无水之地 我的魂 可想你 我的身 切慕你 就在这个时候 约拿丹和亚西马斯 带着重要的情报 赶到了 要他们立刻过河 撒下十七章二十二节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众人都起来 过约旦河 到了天亮 没有剩下一个人 不过约旦河的 他们全部都过去了 约旦河 把以色列和外邦世界 就是亚门 摩亚等 分开来 以色列的美地 在河西 外邦人的境界 在河东 当年 约书亚带领 以色列人 从河东 过了约旦河 就进入了 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美地 在这个地的范围上 他们要建立 神的国 大卫乃是在美地 被高作王的 他的王权 可以执行在美地上 因此 即使他在逃难的时候 大卫不愿意轻易过约旦河 因为这就是宣告 他失去了王位 但是这个时候 大卫接到的情报 立刻蹭夜渡河 到那个时候 是没有路灯的 是一片漆黑的 虽然环境极其黑暗 危险 他也失去了王位 但是他对永活的神 有信心 灵力确信 神没有离弃他 因为当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神已经默默地 为他安排了一切的拯救和帮助 所以大卫能够在诗篇第三首 那就是他逃避 压沙龙被判的追杀时候 他说 我躺下睡觉 我醒过来 因为有耶和华扶持我 虽有成万的民周围攻击我 我也不怕 大卫到了马哈涅 压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众人 也都过了约旦河 马哈涅 他的意思是 二营军兵 在约旦的河东 是雅各 从岳父那里回家的路上 正当他担心哥哥会来杀他的时候 看见了一营天使的地方 他就把他称为 二营军兵 马哈涅 因为他自己本来是单独离家的 现在过了二十年 他带了许多的家人 牲畜 所以他地上有一营 是神的子民在地上 但是有一营天使随着他们 所以天和地算起来 是有二营军兵 扫罗被杀之后 他的儿子 义士波涉 曾经把扫罗王朝的首都 设立在马哈涅这里 与大卫对抗了七年拜 现在马哈涅成了大卫的临时避难所 在这里也有天和地 二营军兵聚集在这里 压沙龙并没有担言很久 也很快地聚集了全以色列的军队 过了约旦河 要与大卫做一决战 但是神的手就是这么周到 使压沙龙不能在大卫最软弱的时候 追上来杀他 压沙龙的叛变 是神行政惩罚的一部分 即使在神的惩罚中 仇敌虽然嚣张肆虐 但是神还是主宰着所有的情况 压沙龙立亚马撒 统领军队代替约亚 亚马撒是以色列人以特拉的儿子 以特拉曾经与拿侠的女儿雅比该亲近 这雅比该与约亚的母亲 喜努亚是姊妹 喜努亚是大卫的姐姐 因此约亚是大卫的外甥 也是元帅 他跟着大卫逃亡了 压沙龙进的京城 在耶路撒冷称王了 他就立了亚马撒为他军队的元帅 亚马撒与压沙龙约亚 他们都是表兄弟 以色列人和压沙龙都安营在激烈地 激烈也在河东 是在马哈念的北边 是一处牧草丰盛的地区 就因为神出手 有这么一个短暂 却关键的单言 大卫一行能够平安地到达马哈念 站稳地脚跟 有机会让跟随他逃亡的人群 安顿下来 并且能够聚集军队 来对抗压沙龙 撒下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 大卫到了马哈念 亚门族的拉巴人 拿霞的儿子朔炳 罗底巴人 雅米利的儿子马吉 激烈的罗基林人 巴西兰 带着被褥 盆碗 瓦器 小麦大麦 麦面 炒谷 豆子 红豆 炒豆 蜂蜜 奶油 绵羊 牛奶饼 供给大卫 和跟随他的人吃 他们说 民在旷野 必定是饥渴困乏了 扫罗的儿子 易絮波舍 曾经在马哈念 与大卫对次了七年半 但是大卫做王之后 并没有报复这里的百姓 现在 马哈念反而成了大卫的避难所 大卫当年种下的是恩池和接纳 现在他所收获的 也是恩池和接纳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制造和平的人 神在我们身上所给的恩典 我们要成为恩典的好管家 这里提到的第一个人是亚门族的拉巴人 拿霞的儿子 很可能是挑起战争的亚门人 哈嫩的兄弟 大卫的朋友 拿霞的儿子 因为这里都提到拿霞 在战争结束之后 他被大卫 委派来管辖 来管辖亚门的首都拉巴 我们看见 撒旦激动 亚门人哈嫩 无故的来与大卫征战 在这场战争进行的时候 大卫犯罪了 他认罪 他得了神的赦免 但是有行政惩罚 而在神行政惩罚将要结束的时候 大卫又受到亚门族拿霞的另外一个儿子 朔比来善待和顾念在逃亡中的大卫 这实在是很有意思 我觉得神的手真的是安排的非常的巧妙 大卫在马哈念扎营的时候 有三个外邦人来见他 分别是朔比 马吉和巴西兰 他们带着饮食的日用品和食物 来供给大卫和他军民的需要 朔比虽然身为受咒诅的亚门人 这是外邦人 但是比许多以色列人更关心以色列的王大卫 同样 当主耶稣被自己的人拒绝的时候 许多外邦人却接纳他 更信誉的他 也成为他的弟兄 罗底巴人马吉 曾经照顾过扫罗儿子 约拿丹所剩下的瘸腿儿子米弗瑟许多年 一直到大卫做王了 大卫记得他与约拿丹所立的盟约 就寻回了米弗波瑟 把他带回耶路撒冷 马吉福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不管他是一个瘸腿的王子 或是一个被篡位的王 他都一样的来照顾他们 他的心是多么的广阔 巴西兰是激烈地的一位大富户 已经八十岁了 他可能是以色列人 也可能是外邦人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听见大卫在危难中 不顾自己年老体衰 亲自前来 馈送虚用品来帮助大卫 他不是为了得着荣华富贵 而是真心诚意的 全来帮助神的受高者 这三位外邦人 都是神为了顾念 在逃难中的大卫 所特别预备的 我们看见 万有都互相效力 为爱神的人得益处 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 也爱神的子民的好牧人 因此 即使他在神的管教惩罚之中 神还是细微地 顾念到大卫 和跟随他的人各面的需要 这三位外邦人 也预表那些为基督的缘故 供应物质的帮助 或接待有需要的人 当基督在荣耀中 再临的时候 他们就是那些绵羊 就是马太福音25章 所称的绵羊 主说 因为坐在我这些弟兄中 最小的一个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所以这三位外邦人 就是那些绵羊的 在旧约里面的预表 大卫这个时候 很可能写了诗篇四十一首 第一节他说 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 这里特别提到眷顾贫穷的 大卫在王宫里做王的时候 是非常富有的 但他在逃亡中 什么都没有 这个时候 这三位外邦人 拿了实际的食物来顾念他 所以大卫 说他们是眷顾贫穷的人 他遭难的日子 耶和卫必定搭救他 这是对他们眷顾贫穷的人 一个祝福的话 愿耶和卫保守他 使他存活 愿他在地上蒙福 耶和卫求你恩待我 求你医治我的魂 因为我得罪了你 大卫这个时候 他的魂礼是非常的窘迫 非常的忧伤 但是他知道 他是因为得罪了 耶和卫神 所以他是落在了 神的行政惩罚之下 所以我们把这些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知道 四十一篇 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 所写的 第九节他还说 连我自己的朋友 我所依靠 吃过我饭的 也用脚踢我 这个就是本来是大卫谋士的那个亚西多福 现在却去帮助了他叛变的儿子压沙罗 大卫点阅跟随他的人 立千夫长 百夫长 率领他们 大卫打发百姓出战 三分之一在约亚手中 三分之一在喜怒亚的儿子 约亚兄弟 亚比塞的手下 三分之一在加特人 以太手下 元帅约亚和亚比塞都跟随大卫 征战多年 以太 则是带领外邦人 佣兵 做大卫的敬卫军 现在大卫的军队 在这三个人的手下 分别出征 从耶路撒冷到马哈涅 大卫一路体会了犯罪的后果 也一路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扶持 到了马哈涅 神借着三位外邦人带来的供应和安慰 更使他重新得力 从挫折中站了起来 点阅那些一路跟随他的人 人数虽然不多 可能那些可以打仗 上阵打仗的大概只有两三千人 大卫把他们编组成军 准备应对压撒龙的攻击 这个时候大卫写了诗篇六十三 篇题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 做的这诗 他凭着信心宣告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切切的寻求你 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称颂你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要在你翅膀的硬下欢呼 我魂紧紧的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但那些寻所要灭我命的人 必往地的低下之处去 他们必交在刀剑的权势下 成为狐狸的食物 但王必因神喜乐 大卫虽然被赶到了河东 但他知道他是神的受高者 他在神面前 他的王位并没有失去 他是紧紧地跟随着 这位是我的神 诗篇38 也有一部分描写大卫这时候的祷告 耶和华 我仰望你 主我的神啊 你必应允我 你看大卫在这里 一再地呼求 我曾说 恐怕他们向我夸耀 免得我失脚的时候 他们向我夸大 我随时会跌倒 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 大卫向神 倾心徒义 他承认 他是犯罪的 他也会随时会跌倒的 耶和华 求你不要撇弃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拯救我的主啊 求你快快帮助我 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诗里面 看见大卫是一个经常呼求主名的人 你看在这里 短短的这两节里面 大卫呼求了主三次 王队百姓说 我也必亲自与你们一同出战 百姓却说 你不可出战 若是我们逃跑 敌人必不介意 我们阵亡一半 敌人也不介意 但是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 所以你不如在城里帮助我们 大卫这个时候大约六十岁了 已经不适合亲自上阵冲锋作战 但是他为了鼓舞士气 他坚决表示要跟军兵一同出战 但是跟随大卫 那为数不多的军兵 却坚决劝他 你不可以出战 因为压沙龙追杀的目标 就是大卫 敌军一定会尽全力攻击大卫一人 如果大卫被杀了 战争就结束了 神的国也就要变色了 因为压沙龙的叛变 不仅仅是夺王位 更是与神的国和见证有关的 大卫一人被杀了 神的国 神的见证 还有神力的勇约 就被破坏了 这些跟随大卫的军兵 都看见这个意象 所以都甘愿舍己 来保护神的见证 在此 我们看见大卫和军兵 彼此都是为了对方着想 显明了他们中间的合一 虽然他们人数不多 但他们是同心合一 王向他们说 你们看怎么好 我就怎么行 于是王站在城门旁 众百姓百人一对 或千人一对的出去了 大卫这个时候 接受了身体的劝告 不平的肉体的冲动 就安分的留在城里 但他还是站在城门旁 鼓励的军队 一对一对的出城去应战 王祖父约压 雅比塞以太说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宽待那少年人压沙龙 王为压沙龙祖父重将的话 百姓都听见了 这时大卫心中真正的挂念 显示出来了 其实他还放不下他天然肉体 对压沙龙的宠爱 所以在军队出发的时候 在城门口大声的对三位统帅 说了这番体贴肉体 公私不分的话 大卫故意很大声的讲 是让所有的军队都听见 虽然说是吩咐将领 其实是吩咐全军 大卫还不认识 压沙龙的叛变不只是篡位 更是抵挡神 使神的国和神给他的约 受到亏损 压沙龙是绝对不可以宽带了 大卫这么属灵的人 在他天然肉体中的感情 还是没有好好的对付 大卫的里头 有那隐藏的石头在里头 借着这件事情曝鲁了出来 百姓出到田野 迎着以色列人 在伊法莲树林里交战 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当日在那里阵亡的圣多 共有两万人 这里所讲的两万人 讲的都是压沙龙那边的以色列人 战士在那里蔓延到全地 当日死于树林的百姓 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伊法莲树林位于约旦河东 亚伯河两岸三轮起伏的丘陵地带 在马哈连北边不远 这里树林里面有许多的自然障碍物 有水池 有荆棘 有坑洞 对于一般不是经历战争 还有训练的士兵 他们是很容易就掉在这些坑洞里头 挑选这个战场的是战场经验丰富的大卫 而不是致命不凡 却没有任何战场经验的压沙龙 所以大卫尽可能地利用了当地的有利地形 使压沙龙人多的优势化为乌有 压沙龙的大军 大部分都是临时召集的各支派百姓 没有太多实战经验 在树林中各自作战的时候 就在大卫的职业军人面前溃败 被杀了两万人 死于树林的百姓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表明这乃是神的手干预的结果 不义的压沙龙借着人多 却打不过有神同在的少数军队 好我们看这个地图 大卫经常在耶路撒冷 压沙龙在西伯罗称王 他们现在大卫逃到了马哈列 压沙龙带着军队 在北边这里过了约旦河 他们双方在马哈列 北方的以法连树林打仗 这里的三轮起伏 有一片广大的树林 树林之中是这个样子 是不利于这个大树的军队来攻击少数的 他们可以化整为零的在这里各自作战 压沙龙偶然遇上大卫的仆人 压沙龙骑着骡子 骡子走到大象树 残结的枝子底下 他的头发被树枝勾住 就悬挂在半空中 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 当时双方都是步兵 压沙龙自以为他做完了 他就骄傲的骑着骡子 头上还顶着两公斤重的头发 他的头发一被树枝残扰 人就被挂在茂密的树枝上 这成了一幅奇景 压沙龙一直自我夸耀的头发 现在成了他的网罗 他骑着骡子跑了 任凭他挂在天地之间 应验了在生命纪里面所说的 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 古代以色列的君王不是骑马的 因为在美帝那里都是三轮地带 很少有平地 而且不踩马 他们都是骑骡子的 现在骡子跑了 也就是压沙龙的王位跑了 但是压沙龙却被挂在树枝上 他的骄傲 他的志士导致了他失去了王位 神出手的时候 真是令人想象不到 压沙龙多年的经营 篡位追杀父王 却落得这个讽刺的局面 这证明了 夏天落雪 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 照样愚昧人得尊荣 也不相宜 压沙龙在这里 就是这个愚昧人 有一个人看见 就告诉约压说 我看见压沙龙挂在橡树上 约压对告诉他的人说 你既然看见了 为什么不在那里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 那样我会赏你十钉银子和一条腰带 那个人对约压说 我就是手中得你一千钉银子 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 因为我们听见 王嘱咐你和雅比塞并以太 说你们无论谁都要顾全 那少年人压沙龙 我若枉为不忠 就表示说 枉为就是他自己下手的话 不忠于王的吩咐 就害了压沙龙的性命 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啊 因为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的 实定银子 等于当时一年的薪水 加上一条显示显赫地位的腰带 反映压沙龙之死 对约压具有何等大的战略价值 报告压沙龙被挂在树上的士兵 在出城门的时候 曾经听见了大卫王的吩咐 他也愿意遵守王命 所以就拒绝了约压的赏赐 还力图纠正约压错误的想法 他是一个尊重权柄的士兵 约压说 我不能这样与你流连 约压手拿三根短枪 趁压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 就刺透他的心 给约压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 围绕压沙龙 击杀他 将他杀死 约压知道 如果杀死压沙龙 这场叛乱立刻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留下压沙龙 大卫很可能会再次的赦免 并且纵容他 再给他机会报复或判断 因此约压先斩后奏 果断地杀死了压沙龙 实际上是替大卫自己 不肯管教的儿子所造成的 这也是因为神定义要除去压沙龙 替大卫管教儿子 当初热心促成压沙龙 回来的是约压 现在不顾亡命 坚决要杀死压沙龙的 也是约压 而神当初没有阻止约压 带回压沙龙 因为神要借着压沙龙的叛乱 执行对大卫的行政惩罚 现在神也没有阻止约压杀压沙龙 因为神要借着压沙龙的死 来对付大卫在肉体中的溺爱 压沙龙的一生 成也约压 败也约压 肉体中 昨天的盟友就成了今天的仇敌 只有建立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上的金银宝石 才能够存到永远 压沙龙可以说是神来惩罚大卫犯罪的一个工具 压沙龙被自己的头发挂在树枝上有一段时间了 身边激烈的战争还在继续着 他那时一定急得不得了 他所珍惜的头发缠住了他 使他无法脱身 又是羞辱 又是绝望 其实他大可割断头发 但他却舍不得 他突然看见约压跑了过来 心想大概救命恩人又来了 但是他忘了 他是如何的忘恩负义 约压设计让他从逃亡中回来 他没有丝毫感恩 他又以王子的身份对约压呼之即来 约压不来就烧他的麦田 约压帮他说服了王 让他见到王面 他也没有任何的道谢 以为都是他该得的 后来他又篡位夺国 追杀大卫 要置大卫于死地 在这个危难时刻 约压还会救他吗 当约压用短枪 刺杀压沙龙的时候 压沙龙可有醒悟到 他的一生是一直活在 以自我为中心 自赏 自傲 自视的集里面 早该有人来刺醒他了 大卫 舍不得做的 神使约压下手做了 不肯否认其 迟早都要惹祸的 约压吹脚 拦阻百姓 他们就回来 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了 压沙龙要杀的是大卫 所以大卫的军队不让大卫出征 而约压现在杀死了压沙龙 既然反叛的首领被除掉了 就没有必要继续杀同胞了 他们将压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 上头立起一大堆石头 全以色列的人都逃跑 个人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压沙龙活的时候 在亡谷为自己立了一根石柱 因他说 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做纪念 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为 压沙龙纪念碑一直到今天 压沙龙死后 没有能够埋入祖坟 只在他尸体的坑上 立起一大堆石头 做可耻的永久纪念 如同罗德的妻子 成了那根盐柱一样 这堆石头 与压沙龙生前为自己留名而立的 压沙龙纪念碑相比 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仍为自己立名的石柱 抵挡不住神所递案的 羞耻的石堆 好 就在耶路撒冷 这个是圣殿山的上面 那底下这个就是王谷 也就是那个吉伦西 这里有一个 到今天还存留在的 这叫做压沙龙的纪念碑 但是边上都是废墟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篇信息对我们的应用 第一 神借着压沙龙的追杀 让我们认识属灵的律 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 必从肉体收败坏 为着那灵撒种的 必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 从拔士巴 乌利亚 到艾嫩 压沙龙 大卫所遭遇的难处 都是之前他随从肉体 妥协罪恶 所导致的恶果 从耶路撒冷逃亡 到旷野 到马哈涅 大卫所得着的帮助 都是之前随从圣灵 恩慈待人 所结出的善果 大卫从前 在处理那些事情的时候 都面临着 是要秉公行义 还是顾念亲情 是照着那灵的引领 还是体贴的肉体的两难之间 有时候他随从灵了 就得胜了 有时候他体贴的肉体 就失败了 不管是哪方面 两者都是有后果的 现在神借着压沙龙的追杀 把这些事情的后果 全部揭露了出来 我们也常常面临的许多身处 两难的选择 是要读经呢 还是娱乐 刷手机 该祷告了呢 还是多睡一会儿 该顺从神呢 还是顺从人呢 是该坚持遵守神的话真理呢 还是违背良心呢 是诚实无伪 甘愿受亏损呢 还是隐瞒真理 暂且脱身呢 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 撒旦和世界都很乐意 提供各种体贴肉体的合理理由 但是大卫所遭遇的事 却告诉我们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看见 这些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就心寒胆战 我们对罪暂时的妥协 必然会带来更大的难处 因为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 罪既然长成就产生死 罪是追着我们不放的 使我们一步步越陷越深 我们今天要做精明的童女 还是做余佐的童女 今天就警醒 预备装满油 等候主来 或者是浪费光阴 生命不成长 也不成熟 都在乎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 第三 神借着压沙龙的追赶大卫 也让我们学习神的管教 神给大卫的管教 是因为他体贴肉体 他不肯惩罚 不愿照着神的话管教孩子 结果带来的 却导致被骄纵的孩子遭受死亡 而且是羞耻的死亡 神的管教乃是恩威并重的 有恩典的一面 耶和华是有连续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 神也有公义的一面 但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孽 所以他打伤又残果 他急伤又亲手医治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 我们要全面领 均衡的来认识我们的神 他是爱 但他也有公义 第四 当大卫在王宫里 做王的时候 圣经并没有提到 他的饮食和日用品 当大卫经历了 儿子的悖逆 朋友的背叛 族人的追杀 四美的羞辱 被神管教到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圣灵却详细地列出了 他在逃难中收到的一份 体贴入围的礼物清单 供应了他各方面的需要 这让我们看见 即使是在神的管教里 他也没有停止过 对我们的牧养 他有够用的恩典 他有安慰和扶持 虽然撒旦要叫我们 在管教中无路可走 危险重重 但是神界的环境 甚至是不相干的外邦人 显明他 不撇弃他的圣灵 他们永蒙保守 并且如诗篇二十三天所说的 在敌人的面前 为我们摆设言习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说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体恤他亲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看哪 我已将你 明刻在我掌上 第五 神界的压撒龙的事件 让我们见识到 人天然肉体的不可靠 大卫在逃难的路上 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尝尽了人生的百味 有忠诚的人名 陈仆 卫队和祭司 有患难见真情的朋友 护三 有背后捅刀的朋友 亚西多福 有投机小人喜八 有自以为意的咒骂者 世美 有赶尽杀绝的逆子压撒龙 有冒险帮助他的两个祭司儿子 还有那个汴雅敏妇人 而到了马哈列 当大卫自己的逆子追杀他 自己的支派背叛他的时候 这些曾经多年与大卫争战的雅门人 扫罗的支持者 还有河东的以色列支派 不仅没有落井下石 反而雪中盛碳 带来安慰 同情和供应 只有永远的神才是可靠的 神能够叫万事万人万物 都为爱他的人效力 第六 另一方面 大卫体贴肉体的亲情 连律法的原则都可以不顾 结果却是逆子逼着父亲 对阵沙场 双方的元帅都是表兄弟 双方的士兵都是以色列的支派 是同一个祖先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 更是神的子民 这些残酷的人生真相 正是神用来拯救大卫 脱离肉体的教训 也是给我们认识 我们的确不能为神做什么 我们最需要是神把基督 做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在旧道中的 都要归于无有 只有基督做在我们的里面 神为我们所建造的 那才是能够存到永远的 我们也要认识 什么是属地的感情 什么是属天的感情 正如主耶稣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付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 姊妹和母亲了 愿我们从主 看见这个异象 听见主的说话 也有主的恩典 让我们去实行 父的旨意 就像数祭中 不可以惨教和密 我们人天然的感情 都会带来败坏 我们需要更多主的自己 做到我们的里面 最后 天生就长得俊美的压杀龙 有许多炫耀的资本 但是这些资本 最后都要了他的命 他不肯等候继位 急得叛乱篡位 是要炫耀自己 秉公行义的能力 他放弃亚西多福的计谋 亲自率领大军 追及大卫 是要炫耀自己 军事指挥才能 他在战场上 顶着一头 二百色克勒的头发 是要炫耀 无人可比的仪表 他骑着王 才能骑着裸子出战 炫耀他已经 夺得王位 结果 罗子跑了 王位不见了 自己 也被杀了 最后 这一切的炫耀 都变成了 一堆 大石头 这就是依靠 肉体的结局 求主 纪念我们 好 我今天的交通 就到这里